現在就是要提的就是乳癌治療何時該用精準醫療 我們知道說目前的精準治療非常的夯 就是很多人就是大家有聽到很多的醫師的介紹 或者包張媒體你看那個康健雜誌一天到晚在介紹這個東西 到底什麼是精準醫療 我們乳癌的病人有沒有適合用 因為肺癌病人用精準醫療用得很成功 有非常多的精準醫療的成功案例 是用肺用精準醫療得到很好的標表藥物 乳癌病人到底可不可以用 首先當我們面對癌症二號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非常的徬徨無助 就像這個北極熊遇到地球暖化 冰山都融化了 它沒有地方捕魚 也沒有海豹可吃的時候 它就很麻煩 我們癌症病人就像這個北極熊一樣 在寒冷的冰天雪地四處求助無門 很多癌症病人剛開始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怎麼辦 晴天逼地得到癌症 通常都覺得求助無門的時候 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會去求神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 無論是耶穌阿拉或者是佛陀 都是很愛我們世人的 只要你有苦難 你有需求 祂一定會好好幫助你 唯獨有一個神比較不一樣 這個神非常的喜福 非常的愛seafood 祂連看病都要插隊 就不太一樣了 好 所以當我們每次去香水廟裡面 燒香 祈福 希望說能夠在我們不幸得癌症的過程中間 神明給我們一些幫助 通常神明 通常癌症病人去廟裡面 祈求神明會做什麼事情 大家一定都做過這個事情 第一個會祈求什麼東西 會祈求說有沒有吃治癌的神藥 就像這個卡特總統 就已經被他求到一個治癌神藥 那個 最好有一個治癌的神藥幫助我們 吃了藥物 一吃馬上就癌症就消失了 我就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好 就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治癌神藥 千萬不要覺得這些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祖先從大陸渡過黑水溝 來台灣的時候 當時鮮明渡台 非常的資源缺乏 而且那些鮮明渡台來台灣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羅漢卡 都是那個王老五 也很少裡面有醫生的 所以當他們生病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在鮮明生病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有醫生的幫忙 也沒有很好的醫療的協助 他們也沒有健保怎麼辦 他們就會去找什麼 他們就會去廟裡面拜拜 去求那個藥籤 而且藥籤有特殊有分科 大人 各科 小兒科 眼科 外科 你要用什麼疾病就自己去求籤 求了籤以後就會有所謂的藥籤 藥籤上面就有藥籤 藥籤你去抓抓的 就會把你的病給治好 古時候相傳某一個醫生告訴我說 中國歷史以來 第一個治療乳癌的醫生 叫做保生大帝 所以乳癌的病人以後要去拜神 要去拜保生大帝 看靈 去拜那個華陀沒有用 華陀只會開腸子 不會開乳癌 所以求藥籤 求神藥 其實在我們鮮明 真的是有發生過 但是我們現在有健保 千萬不要再去幹這種事情了 因為現在乳癌治療 有很好的治療模式 有開刀 有放射線治療 有標靶治療 化療 有荷爾蒙治療 千萬不要再去求藥間 油藥間是一種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各位也不會再去做這種事情了 這件事各位一定要去求神明 祈求你有會吃一個治癌神醫 神醫在線 然後最好是有超級神醫能夠幫助你 如果沒有這種東西 至少有一個事情可以祈求神明幫忙 讓神明附身在這個醫生的身上 開出一個用藥如神的藥物 比如說在唐主任開刀的時候 最好耶穌在旁邊 你這個地方多刮一點 刮乾淨一點 淋巴結多拿一點 或者是陳醫師在開藥的時候 加持一下 這個藥開得對一點點 當他開藥非常的神 就會變成很神 就會讓你的病治得比較好 其實這樣的人不太容易找 通常這種神息顯靈的時候 只有seafood的人可以辦得成 我們大概都辦不成 所以很多人就會去找一種醫生 這種醫生就不用神明附身 他本來就是神醫 怎麼知道他是不是神醫呢 界限上他們就去找 誰的辦公室裡面最多這個 華陀在世 為什麼華陀在世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說他一定是神醫呢 華陀為什麼就是神醫 大家有沒有認為 到底為什麼我們認為 華陀就是神醫 醫生的醫書高明 我們就要送他華陀在世的匾合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會有人回答說 因為華陀幫官公刮骨療傷 華陀官公刮骨療傷 頂多只能說他是一個 高明的外科醫生 懂得先用麻醉藥 讓病人麻醉以後 才把他刮骨 病人才能夠邊下棋邊刮骨 他頂多只能說一個 高明的外科醫生 他並不能叫做神醫 那為什麼華陀叫做神醫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 想過這件事情 其實華陀之所以才認為神醫 不是因為他會幫官公刮骨療傷 是因為下面這則故事 華陀曾經幫兩個官員治療疾病 這兩個官員一個姓迷 一個叫姓李 這兩個官員同時得到一種 頭痛發燒的病痛 這個病痛的名稱完全都一樣 姑且我們就叫做他是頭痛好了 華陀就說認為迷性的官員 跟理性的官員得到頭痛的原因 是不一樣的 產生頭痛的激轉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給予不同的方法 他就把這個迷的官員 就給他吃烙塞以後 給他烙半缸 這個呢 理性的官員的頭痛 他就給他吃那個發汗藥 讓他一直流汗流汗 一個一個一個流汗 一個一個烙塞 這兩種方法 結果隔天 這兩個人全好了 同一個病名 竟然用不同的方法 把他治好 這個人夠不夠神 所以華陀之所以成為神醫 是因為他是把同一個疾病 用不同的方法 因為不同的原因造成 同樣的病名是相同 他用不同的方法把他治療好 所以後世就把這些 用藥醫療精準 用藥如神的醫者 就叫做神醫 這個是神醫的概念